我们这一集就讲一位很少被提及的将领 王普士奇的钟庆祥 打衡阳的时候 他是第十军第三师的少将师长 是武辅将中的一位 他在看上胜利之后 接受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他的邀请 来到了山东 之后升到整边三师二师师长 其实也就是第32军的军长 1948年的3月爆发了周春战役 他因为打得不好逃了出来 之后被送到南京被枪绝 他在被枪绝之前还不忘手衡养 他的遗嘱最后一句交代是要好好的保存 他所得到的青天白日勋章 千万不可以遗失 所以青天白日勋章不是免时金牌 像我这样子年纪的朋友 小时候都应该都听过类似的传说 不过这个毕竟还是一个都市传说 我们拉回来讲 国共内战期间 因为局势的快速逆转 主要是发生在1948年 徐半会战之所以开打 最主要是因为山东济南的丢失 徐州就难守 济南之所以丢 是因为周庆祥的周春战役打得不好 变成了济南战役的前奏曲 那我们今天透过他的故事 可以知道说国军在山东战场 为什么会逐渐的失去的主动权 最终济南一丢 也才有徐半会战的出现 国共内战好像很少听到枪壁降临 得到青天白日勋章的周庆祥会被枪壁 理论上应该是很严重的战役 那么周庆祥抗战后去投靠王耀武 注下自己的悲剧是为什么 第十军他的前身是黄埔党军的第三师 因此第三师是第十军的骨干部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周庆祥在1943年 他在长德会战之后 升到了第十军第三师的师长 其实是有他的一定能力 那他在坚守衡阳47天之后 周庆祥与第十军的军长 方先爵一起被俘 之后在军统湖南站的帮助之下 斩转回到了重庆 1945年2月 周庆祥被任命为第十军的副军长 之后方先爵则改调到其他的军职 抗战胜利后 以第三师为基础的第十军 被调整为枕边第三师 这个时候枕边师基本上放汤不换药 可以当成是一个军来看 可是偏偏施展是陆军总司令 顾助同他的外甥赵西田 周庆祥因为他是山东夏京人 他在1946年的春天 独自就前晚的山东 投靠了山东省省主席 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玩药物 意思是他没有做到军长 然后父亲回到山东老家 所以这是他悲剧开始吧 其实我们也不晓得 这个是不是他的悲剧 至少他的悲剧是比较往后发生 我们这边讲一个题外的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时间表 可以看得到1946年的9月 山东辱西南这个地方 爆发了定陶战役 好巧不巧 刚好也是枕边第三师负责主打 被刘波成诱敌深入 三天时间 配备战车的枕边第三师就再见了 因为赵西田他是顾助同的外甥 所以赵西田他的妻子 那个时候在南京哭诉 郑州衰竞公署主任刘志 见识不救 虽然战败原因与赵西田 他亲敌有比较大的关系 这个刘志还是因此而下台 之后被俘虏的赵西田 或是回到了南京 意思就是说抗战的时候 所谓的泰山军 第十军就在泰山的老家山东不见了 是 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周庆祥会怎么想 也许他会觉得很幸运 还好没有接到第十军的军长位置 不过玩耀武对周庆祥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逢人就夸周庆祥是一个将才 所以他先后在玩耀武下面做了蛮多的职位 最后升到了枕边第32师的师长 凤令助手周春这个地点 周春是一个什么地方 他是不是是一个村子 周春他不是一个村子 是一个有20多万人口的一个大型的城市 他距离近南不到70公里 国军在这里驻扎以32师为主的正规军 控制附近的沾殿 志川 长山 博山 来武这些城镇 是欢迎百里之内的中心城市 所以是以村为名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城市就对了 所以大家很容易被这个地名给骗了 所以一般并不是说特别重视这场战役 事实上对山东战场而言 有一定的重要性 我们看地图就知道金浦铁路与交际铁路 两条铁路的消费点是济南 而交际铁路呢 东起青岛西到济南 中间点呢是围县 那围县以西到济南呢 周春又刚好是中间点 旁边还有张店啊 这些比较重要的城市 所以呢 这场战役呢 又被称为交际路西段战役 或者周章战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玩耀武把周春这个重要的地点呢 交给周庆祥 其实算是蛮气重周庆祥的 那玩耀武本身又是蒋介石的心爱学生 所以对于自相命令呢 那个时候在青岛的蒋介石 还打电报来召见 要求周庆祥和好的复习 勘乱搅供的重责大任 当了总指挥之后 那接下来 1948年的3月10日 刚好玩耀武在山东激南 召开全省军政大会 突然间传来 有大批的共军朝周春前进 玩耀武中断了开会 讨论对策 到了下午 立刻命令周庆祥回到周春 收缩部队 集中还手 结果没想到 才过两天 才3月12日 周春那战店全部都丢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华野他的前锋逼近的技能 玩耀武就把逃出来的周庆祥 送到南军军阀级 刚好呢 国防部驻周春的督战官呢 下落不明 他的妻子呢 与赵锡田的妻子一样 去国防部哭诉 指控周庆祥呢 师通共军 谋杀他的丈夫 准备要投共 这一集提到 第十军蜕变出的 枕边第三师垮掉 刘志下台负责 那现在第十军的 武虎将之一 周庆祥战败 也有人的妻子去哭啊 那连同前面 两集提到那个 杜玉明的妻子 已经有三位 将官妻子 怎么都发生在这一代啊 那杜战官妻子哭完了 有人就例如说 周庆祥长官王耀武 或者谁 与刘志一样下台吗 没有耶 最后军阀会审之后呢 被以作战不利 遗物隆机 这罪名很重 在1948年的7月10日 在南京被枪决 据说呢 他在被枪决之前 留下遗嘱 最后一句话是 我于抗战守残杀 恒养所受之勋章呢 交利器而纪念 我之青天白日勋章 更不可遗失 特主周庆祥 与第十军有关的 一位是接军长的赵锡田 在山东定逃 被俘回到南京 没事 当不成第十军军长的周庆祥 来到山东 在周村战役被枪决 军法会审定罪 是作战不利 一物容机 他真的打那么差吗 我很好奇就是说 为什么交东战役之后 共军采取了攻势 第一场战役就选定周村 这整个呢 还是要从山东整个局势来说 从山东来台的 有一位作家叫丸顶军 他在关山夺路这本书里面 他写到 概括的来说 抗战胜利后到大陆撤手 为14年 山东他的形势是 第一年共军采取攻势 第二年第三年都是采取首次 到了最后一年呢 共军又采取了攻势 那个时候呢 山东境内有两条铁路 就是交际铁路 自东而西 金埔铁路 自北而南 好比两根扇骨 夹出了一个扇面 中间呢 是一大片的山地 好比扇面上的山水 大小战役无数 双方所争夺的 就是这两条扇骨的一幅画 透过铁路来理解一下 我们之前有讲过 在1947年的年初 蒋介石那个时候呢 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东边呢 就以山东为主 他的西边是三北 在山东战场呢 先后发生了 莱鞍战役 孟良固战役 阳三级战役 南麻 林曲 除了最后这两场之外呢 基本上都是实力的 所以连带的 山东留完学生 也特别的多 之后呢 蒋介石继续调集重兵 在奉汉节的领兵之下 山东呢 打了最重要的 交东战役 一度表面上呢 整个控制了山东的局势 简单的说 就是那个时候 国军行事一片大好 陈毅 还有树域 他们的部队呢 被赶到了交通半岛 差一点就要入海 那最后呢 整个公事突然间停止 山东平静了一段时间 到了1948年 就好像 完顶军 他所说的 最后一年 共军又采取了公事 主要的第一场战役呢 就是周春 这个地方开大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 为什么 交东战役之后共军又采取公事 而且他第一场就选定周春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周春这边虽然有枕边32师 驻守2万多人 再加上一些什么交警总队啊 什么的保安团啊等等 大概4万人 实际上呢 因为你还手的地区 面积还挺大的 大大小小的城镇有十几座 冰地的分散 其实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最特别的是周兴祥他的整边32师 还是新成立的 因此呢 成为首要的目标 新的部队 一般而言 战力还不强了 但是他因为他防守的面积很大 对 就是市值挑软的吃的概念 对 华东野战军 他的山东兵团 就是许世友 还有谭正林 那个时候在 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下 以周春战店作为反攻的首要目标 于是呢 山东兵团决定 不打逐城逐政的这种战争 而是采取挖心战术 直接就是交际铁路 西段中央位置的周春 打掉整个指挥中心 然后在市民开花 扩张他的战果 那根据这个原则呢 山东兵团呢 一次性的出动了 七重 九重 十三重 渤海重队 等等 其中呢 以聂奉制的九重 护着主攻周春 他们是在 1948年的三月一日呢 非常隐秘的 悄悄的开出 在大雨中呢 向周春还有山殿 迅速的移动 结果呢 王耀武他在 山东济南召开 军政大会 他的第一天呢 早上就传来共军 朝周春前进的情报 王耀武得知以后呢 大骂情报来的太慢 还立刻命令周庆祥呢 赶快回去坐镇指挥 那周庆祥呢 他在10日下午一回到周春 了解的情况 立刻下列 部分外围的部队 立刻收缩 进来回到周春 同时集电玩耀武 要求征兵 到了10日晚间 山东兵团包围了 周春附近的 沾殿 守军来不及反手 所以在11日的福晓 就全部就被攻陷 这个时候呢 周庆祥他发现到 华野山东兵团 他的意图 是要以周春为主 所以赶快再下命令 要所有部队 全部都向周春收缩 很快的 他城内的兵力 也有3000人 增加到了15000人 周庆祥以前是第10军 第三师的师长 守过衡阳 而且打了47天 那我们之前讲 衡阳保卫战 第10军的所有兵力 差不多也就 15000 1万6000 共军的装备 也没有比日军好 他们到底怎么去 打下这个周春呢 主攻周春的是 山东兵团九重 支撃员师聂凤智 那个时候呢 因为连日暴雨 他的部队是一直到了 12日的凌晨 才赶到了周春城外 这个时候呢 周春已经有 15000人在驻守 那再加上呢 因为大雨的关系 所以弹药受潮 所以很多人主战说 先不要打 等到有军来了以后再打 那聂凤智最后呢 他考虑了半天 决定说还是打 因为他认为 守军可能没有料到 在这样子的暴雨天气 发动攻击 3月12日的凌晨4点呢 九重开始对周春展开了总攻 这个时候呢 周庆祥参处的召开了军官会议 军官在开会的时候呢 解放军的炮火 把这些旅啊 团啊的电话线 通通都轰断了 对外失去的联络 周春失去的指挥 很快的就被攻破 真没办法想象 就这样子被攻破了 对 所以周春战役呢 过程很短 这么快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周庆祥命令部队呢 从外面筑点 这个收缩的时候 好巧不巧呢 这些部队有些要进入到 周春这个城内 这个时候已经在城外 已经有一些滑野的部队 他们发现了 也化转了 装扮成国军的样子 混进了城内 所以呢 当九仲在外面攻打的时候 内部也有华眼 内外夹攻 对 所以很快的就掰了 结果呢 寿山的周庆祥呢 后来带着少数的卫士 向城北突围 在突围的时候 据说曾经三度被俘 那因为他都化砖为士兵 所以都被释放 那最后呢 他干脆化砖成车壶 才成功的抵达了近 被黄耀武送到了南京 之后就再见了 华眼呢 打下了周村 连同周遭的地区 一共一次性的拿下了14座 使得中共他控制的渤海 还有鲁中 还有郊东地区呢 全部都连成一片 接着呢 交际铁路中段的重镇 违宪成为下一个目标 从4月开始攻打 打了一个多业 整个被攻下 于是济南就告急了 1948年的9月 聂业凤智他所指挥的九重 渤海重队的这些等等的 这些部队呢 他们是属于东线攻击集团 聂凤智呢把助攻改成主攻 再加上有五化文的倒戈 所以很快的就俘虏了 王耀武这些高级将领 所以我们可以说周村战役 是一个非典型的战役 华野采取这个挖心战术 那华野的聂凤智 敢于下决定 这个还蛮厉害的 那可是我就大胆问一个问题 周庆祥最后被枪毙的罪名是 作战不力 那遗物容积 甚至还被控 知通共军准备投共 那所以这到底还真假 周庆祥的儿子周立起 写过一篇文章 只归夜半游体血 不幸东风放不回 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有特别提到 周庆祥率领整编 32师驻守周村的时候 华东军区 曾经多次联络周庆祥 劝说起义 带一个师呢 就继续的做师长 你如果带一个军 就是军长 可是呢 周庆祥不愿意 背弃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 颁发给他 青天白日勋章 所以呢 才会在枪决之前呢 遗嘱的最后一句话是写 我知青天白日勋章 更不可遗失 文章最后呢 还写说 要枪决之前呢 范仙姐还买通了 国防部军法局 看守所的御主 跟周庆祥诀别 所以呢 我个人是认为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是看不出 周村战役 有故意换水的 这种迹象 这样说也是 说得过去 是啊 可是我们还是一码归一码 必须要承认 周庆祥 他在守周村的时候 表现不好 因为整编32师被殲灭 实际的损失 一万九千人 那赢家的说法 也就是 华丽三东兵团 他们自己说 他们的损失是 2209人 其中呢 正晚的人数 只有209人而已 这样交换比 会不太夸张 华野打赢是真的 会不会觉得是宣传 那为什么不堪一击 毕竟周庆祥出身 守恒阳第十军 他是防守建场 战争的双方呢 对公布的数字 一定都会有一些调整 这很正常 我们虽然弄不清楚 当时实际的数字 可是经过了70年 其实还是可以 从一些资料 得到一些证明 像是呢 台湾早年 有出版过一本 《海带烟雨》 专门讲 《山东战场》 那这本书的作者 海屈生 他出身游击队 所以他里面提到 民国35年2月 他还记得 马薛尔 张志中 周恩来到济南 开的和谈会议 王耀武呢 陈毅 树域 也都出席了和谈会议 他因为职务的关系 所以有机会在场外 听到王耀武与陈毅 他们的 对话 对 王耀武问说 你看我们的 环玉公司做的如何 陈毅说 物归战术 不堪一击 那王耀武呢 就听了以后 不甘示弱的说 浩子总 没办法把他给掏开吧 浩子是老鼠 他就是骂他嘛 对对 因为陈毅是四川人 王耀武得到了 口头上的胜利 没想到 就两年之后 竟然就这样子被打开 作者他就很感慨的说 看上胜利的 国军进入 接收的每个大城市呢 都在那边修 环玉公式 形式呢 大部分都是选择 道路交叉处 修建碉堡 背面依托城市的建筑 那另外三面开色孔 控制街道 他说这些碉堡建筑呢 都是下一道命令 要部队在多少天内完成 部队就自然向地图放 真功真料 陷器交叉 事实上呢 整体的构想 都没有先做好规划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修正 等到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 这些碉堡 其实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所以他非常的感慨 认为说 那个时候 好像都并没有 好好的研究一下 共军的实际打法 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才会有用 讲的挺重的 那等于是说 就算周庆祥有能力 那有想法 上任也不到半年 也改不了这个 已经盖了两三年的 满街都碉堡的情况 周春其实是比较特别 因为周春的环育工事 非常的简陋 他只有一道的围墙 还有部分地堡 街道并没有什么那种 打象征用的碉堡 连稍微可以多抵抗 一天两天的攻势都没有 所以周春开打之后 聂峰镇他的部队 可以把三炮 推到距离城门100米之处 重机枪摆在围墙外 40米的地方 一起开火 所以才很快地 把什么山殿 周春这些全部 通通都一次性地拿下来 这场战役 结束很快 伤患不大 的确是有可能的 那周庆祥 他为什么会被枪决 我们其实前面有讲到说 他又没有通敌 那打苏里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大家应该都会很好奇 这很奇怪吧 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就是 他是做了玩耀武的替罪羔羊 因为玩耀武在济南召开 山东全省军政大会 那为了要开这场大会 周庆祥还有附近的几个县长 全部都在前一两天都去济南 那在出发之前 各个地方都已经传来情报 说共军由焦东西进 这些情报 还曾经送到了济南继静公署情报处 然后就问说 共军西进 可能会有军事行动 所有的军政负责人 都去济南开会 这样子好吗 那得到的回复是 全省军政人员开大会 是决定好了 对 那共军的行动 上级比你们更清楚 所以周庆祥等人 都还是乖乖的去济南 那这样说起来 好像是不是他们有点太大意了 的确如此 所以我们在看国共战争 大部分很多喜欢说都是因为泄灭 才打败 事实上这场周村战役 看起来也没有泄灭 反而还事先得到的情报 只是不够重视 那因为周村距离济南只有70公里 所以打完之后济南告急 王耀武为了要交代 只好拿周庆祥来祭祥 毕竟他是被军法枪决的 那很罕见 那第二个说法是什么 国防部那个时候派出在枕边 32师有一位视察官叫做严仲祥 在危急的时候 严仲祥要求周庆祥要死守周村 可是周庆祥最后还是带着少数的 亲信卫士徒位出去 这位严仲祥最后在周村制裁牺牲了 那还有一种说法是 周庆祥他在逃出之后 他担心严仲祥他会向蒋介石说临阵潜逃 所以就命令手下把严仲祥给毙的 那这两个说法你不太相信哪个 周庆祥被枪决 只是反映出山东或者说大范围一点的 华东地区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 因为周村战役结束 华野收出了国防部第10号一班命定 里面有提到被核定陈储的将领非常之多 联赏以上的将领有多达7位 包括很有名的第54军的军长 缺翰谦 李末安中将 还有第5兵团中将司令 李铁军等等 所以这也可以间接证明 那个时候蒋介石他旗了 所以将领被撑处的理由非常之多 所以我也比较倾向于认为 很有可能是玩耀武 他怕校长会怪罪他 所以把周村失守的整个责任 全部都交给周庆祥来承担 这也才会让周兴祥成为说 得了青天白日殉章 却又被枪决的降临 1948年的4月2日 华野开始攻打违线 本来预计要两周拿下来 可是却打了27天 那这场攻防战 也可以被视为是 既然战役前奏曲的三部曲之二 那违线的攻防 时间拉得这么的长 除了说跟他的城墙 皮出肉厚有关系之外 最重要的是 有一支非正规军的保安部队 由张天佐来带领 那他们打得非常的顽强 但这次攻打违线的华野 吃尽了苦头 华野给张天佐的保安团 他们的评价是 土丸道很棘手 土丸的战斗力强于阻力 1948年4月27日 违线被攻破了 张天佐后来他也牺牲了 山东各界在济南举行 追悼大会 有两千多人参加 玩耀武还召集了参战的军官 等等在张天佐的年前 召开检讨会议 听起来张天佐是一个 很特别的人物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常常听到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玩军 或者是顽固派 有顽固反共之意 通常是指国军在战场上面 特别是效忠蒋介石的部队 被称作土丸 那这就是非正规军的 保安团之类的 华野对他的评价是 土丸非常棘手 其实换个角度来讲 也是对张天佐的一个肯定 张天佐的确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人物 你看他在呈现之前 他给好友发的电报 写得非常的很有人味 这次如果战胜 那是托大家的福 请你们喊善己声好 作为捧场的意思 如果打败了 你们简单开个罪道会 聊尽朋友之意 我既不贪生又不怕死 绝不投降也不会苟全 那这个电报 是收录在台湾早年出版的 张天佐烈士 殉国十周年纪念专刊 里面还收录了 他在违宪被围困的时候 给妻子的电报 他说这次共军围攻违宪 情况严重 可是不会有问题 请你还有老人家能够放心 那也请你 千万不要和其他的女人一样 不是哭就是叫 叫人家看笑话 老团在前两集 总共提到三位夫人 跑去南京国防部哭诉 张天佐也说 请你千万不要和其他女人一样 不是哭就是叫 好像是暗示的 情况是不是不乐观 对 的确是暗示 违宪可能会守不住 这个张天佐很有这个山东汉子的形象 果然是这个大哥级的人物 违宪呢 也被称作是鲁中堡垒 看起来就很难打 约有这种把生死看得很淡的人 在加持着 所以呢 违宪的攻击是非常的惨烈 我们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 违宪的地理 因为死地不分家 那违宪呢 它是交际铁路中央位置的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市 由东西两个城来组成 所以它是一个双城 那西城呢 又比东城大 那两城之间呢 有一条白烂河 相隔大概是一百多米 有五座的石桥连通 违宪它的外豪呢 还有宽八米 深五米的这种豪沟 据说在这次的战役之前呢 违宪从来没有被攻破 国军呢 在违宪部署的 枕边第四十五师 另外还有战天佐的 地安保安团啊 这些总共有两万四千人 总指挥呢 是国军的第九十六军的军长 兼枕边四十五师的师长 陈金城 他是防泊二旗 他那个时候很自豪的 用自己的名字来做文章 唯一线是金城探词 所以这里号称是 鲁中堡垒 又有两万四千人防守 的确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是 所以呢 一般而言 像这样子打上一个月的 攻防战的城市 作为首城的将领 知名度应该比较高 可是呢 偏偏张天佐 他的知名度是比 陈金城要高 甚至于更为强势 因为那个时候 城内的军粮啊等等 其实都要靠张天佐来提供 其实是有他的道理 连陈金城呢 后来在他的回忆文里面 都提到 王耀武 问到有关违宪的防务的时候 都还会跟张天佐 另外再交换意见 甚至于是单独谈话圣九 那之后呢 术予在评论这段战役 提到违宪之所以可以打下 与国军的指挥不统一 有一些关系 原来如此哦 其实像这样的人物 不怕死 顶多是一人之力 但是他的部队被评价的 比正规军还能打 这是怎么样打造出来的 张天佐呢 他是山东第八专区的行政专员 他下面可以管好几个县 主要是领取啊 参乐啊 违宪啊等等 他是警察出身 在看战出席打游击 本来只有几十条枪 这样子逐渐的发展 日军扫弹了好几次 可是他都舔得过去 到了1944年的6月 抗战胜利的前夕 他的部队变成了 山东保安第一师 是极少数 可以经得起考验的游击队 因为我们知道 在抗战末期 在山东还能够坚持 挂国民政府的游击队 主要只剩下张子梁 张景月 还有张天佐 其实就是三战完排 那其中最重要 就是后面的这两位 那其他的游击队 不是曲线救国 要不然就是给 八路军给吃掉了 所以打游击起家的地方 实力派人物 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有组织才能的降临 是 因为他有地盘 抗战中末期 国共在山东一笑一掌 那个时候 重庆国民政府 本来还有计划说 要空运弹药 要由张天佐 剥交给其他的游击队 所以后来守违宪的陈京城 还有点吃醋的说 张天佐在抗战胜利 又变成了国民党的红人 这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张天佐在那个时候 到底有多红 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 看战胜利的时候 李敏的第八军 是透过海运 运到了青岛 再沿着交际铁路 到达危险 那时候就开始修筑共事 那我们知道 国共内战 山东其实是仿佛在那边离铁 1947年的7月 五点志愿丹 小鱼来钓华翼 他的整兵第十一师 推进到南马的时候 陈毅出兵不力 退走的时候 顺便去包围 来救援的李敏第八军 地点就在林渠这个城市 非常的靠近危险 那李敏的部队 被呈毅包围的时候 张天佐还率领 地方团队去解救 所以有所谓的林渠大捷 事后 张天佐还被蒋介石 传令嘉奖 祭大功 而且还获得了 入海空军奖赚 所以张天佐的兵力 大到可以出兵支援 李敏的被袭击的第八军 其实不简单 对 林渠战役之后 后来也赶来解救 福联的黄百涛 他带领整边25 是经过违线的时候 停了两天 还跟张天佐说 我从江苏北上 都打了几个月 可是沿途看到的都是 村传都没有钻钉 老百姓的家底 都没有余粮 我们白天要寻金 晚上还要构筑公事 非常的辛苦 那怎么只有到了 违线这边 还可以看到挂国旗 还有老百姓在那边欢迎 所以像这样看起来 违线这一代 的确在那个时候 是挺特殊的一个情况 对 等到1948年的4月 危险被包围 张天佐却等不到援军 那个时候 国民政府 因为在选举政府总统 山东虽然有学生代表 到南京爵士 要求出兵 另外也推派代表 到南京去请院 那个时候 参与请宴的 有一位是 著名的教育家 刘和廷 后来也有来到台湾 他说 那个时候国大代表 在南京开会 国民党的要人 天天在开会应酬 拜托拉票 那一个地方的丢失 好像是九牛一毛 没有引起注意 那同时呢 国军也因为兵力 捉襟箭走 所以要救援 危险的行动 一拖再拖 那后来呢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国防部最后 敲电的 派 吴化文的部队 山东的这位教育家呢 说 危险已经苦战了两周 现在派了一支 仿佛无产的部队 已经注定了 他的命运 那刘和廷呢 后来回到了 近南 在4月25日到达的 那天晚上呢 听到了危险 他的西城丢了 守军退守东城 到了27日 电训中断 他心里还抱着 吃的洗碗 过了五天 部分土尾的官兵 来到了济南 告诉大家 张天佐已经在 27日的上午10点 在核心阵地制裁 老谭一开始说到 山东交际铁路 中间点的这个危险 是战略的要地 这个鲁中堡垒 隔着一条河 又分为东西两城 所以看起来 整个战斗的过程 是西城先陷落 然后再来是东城 所以那整个的战争 经过又是如何 1948年的3月 因为只有打两天 所以花叶的损失很小 山东兵团 立刻发起了违宪战役 国军整编 第五次逝世的 施展陈金城 把主力 就是放在东西两城 外围 西关 南关 北关 主要是由地方保安团 来负责 尤其是西关 怎么打都打不下来 后来还迫使 山东兵团的谭正领 许是有临时改变了 工程的计划 我们知道大陆很多地名 都是东关西关 南关北关 这也就代表说 城门往外推 大概一公里多的地方 就是一个防线的一个概念 所以代表张天佐 地方武力 是在第一线布防 对 所以危险的工坊 其实简单的讲 如果以周春战役 来做对照组的话 打得非常的惨烈 所以华野 山东兵团九重司令 聂奉志 他说张天佐 是当地的土王 封建性很强 反共坚决 跟共产党有斗争的经验 对中共的政权 还有小部队 进攻积极 对于守备 也有一些的经验 一旦被包围 无路可走 可能会坚决的抵抗 我们前几周春战役 就讲到聂奉志 他就是那个大胆 使用挖心战术的 九重司令 他如此评价的张天佐 其实真的是蛮高的 所以华野这边的布局是 要打违宪 他们动员了八万人 主要工程的部队 是九重 渤海重队 还有重队炮团 华野 榴弹 炮营 山东兵团的其他的部队 就负责去阻断 从济南 还有青岛开来的援军 那4月2日 山东兵团对 维县的守军 开始实施了分割包围 那5日 兵团司令员 室友 有谈政典 到了维县附近 采纳了聂奉志的建议 吹其尖 夺其魁 以解其体 决定要先打西城 这个维县有东城 西城的这个双城 为什么要先取西城 因为维县的东西两城 是西高东低 那西边 它的城墙又高又厚 聂奉志说 如果先打东城 你打下来以后 还要再费力的 再去打西城 那如果我先把西城打下来 我可以居高的一下 直接把东城打下 像兵家用兵 有些人总是会出奇不异 像如果是我 我们可能会选择 是狮子跳软 对 我们先打东城 对 不过山东兵团打维县 虽然用到了 美国的榴弹炮 可是到了4月10日 其实才把维县外围的 飞机场这些阵地拿下来 那首城的陈金城 张天佐 他们就调整环区 到了16日 维县的北关才失守 华野可以从这个地方 下炮 威胁到西城的北面 到了17日 公路南关的华野 开始加强共识 开始炮击 在周春战役里面 华野两天把周春 跟张殿等地拿下 这代表了 这个维县攻防战 它打了两周的14天 对 华野都还没摸到城墙边 距离真正的城墙 可能还有一公里左右 这也与维县它的外围公司 做得好有关系 那另外呢 为了要降低山王 华野那个时候 它是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 所以速度相对慢了一些 尽管呢 维县的攻防很激烈 可是南京那个时候 因为在选政府总统 大家都没有那么的重视 放那个时候的报纸 所有新闻 基本上都被挤到四板以后 总之呢 经过山东请宴团的 陈寝之后 到了4月16日 维县被包围了 整整两周 华野已经要摸到城墙边了 在山东还有青岛的国军 才正式的开出 到了20日 华野逼近到西城的南面城墙 大概是100米 还有西关三角阵地外 30米 北关的城墙外 5、60米 也都已经可以看到 华野山东兵团的部队了 这个时候呢 其实情况已经很不乐观 华野已经推进到 违线西城的三面城墙边缘 国军的援军这时候也在半路上 接下来就是看比谁快 所以1948年的4月22日 傍晚6点 华野集中了炮火 开始炮击城内 集中还动用了美国的榴弹炮 架在西城的东北角的方位 那对违线的西城的南北面 给予很大的威胁 另外呢 就是膝带炸药 还有云梯的这些干尸队 前仆后继开始攻城 到了24日凌晨1点 曾经城的45师 他们所反手的东北角被突入 开始发生了巷战 也就是说是正规军45师 负责防守的东北角被打穿了 对 到了24日的清晨4点 华野九重79团 登战的城墙 那双方开始短边相接 张边佐他的保安团 就仿佛冲杀了十多个小时 三万的七百多人 还是没办法阻止 九重这个远远不绝的涌入 到了下午4点 陈青城还有张天佐 就放弃了西城 进入到东城 那掩护撤退的是保安15团 还有自卫2团 他们到了傍晚 准备要退到东城的时候 华野架着 大概有五挺的机关枪 开始扫射 他们没办法通过 于是他们立刻 从西门突围 500多人到最后 只有100多人 抵达了危险南面的山上 山东汉子真的是很强悍 难怪聂凤之会说 张天佐的保安部队 一旦被围 无路可走 会坚决的抵抗 还真的是如此 我们前面大部分人 都是用守军的角度来看 其实华野他们的叙述 其实也差不多 但双方的着重点 当然会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像是 违线的城墙被炸毁 华野爬上城墙 因为没有梯子 手去 又开始对着城墙攻击 所以华野有些 攻上城墙的士兵 是从10多公尺的高度 往下跳 打仗是这么的平米 10公尺这样跳下来 断手断脚是很有可能的 可能下面是有屋顶 或者说稻槽 或者说是什么尸体 总之 西城是在4月24日下午 弃手 曾经城他们退到了东城 到了26日傍晚 华野开始进攻东城 居高零下 东城的西城墙 很快的又被打破 保安副司令 张兰隆 他下令去工厂 借了1万条的麻布袋 要把缺口补起来 可是因为可以用的人 已经没有多少 所以只有搬运了2000条 所以这个缺口 很快的就变成了大破口 那到了次日 也就是27日天干亮 曾经城率领长布 打开了东门 在空军的掩护下开始突围 可是后来他还是被俘 那在这个时候张天佐呢 因为每一次的战争最后阶段 看到的人应该都是最少 也最容易沦为各自表述 国府这边的说法是 张天佐最后是率领数十人向上 最后在核心阵地 打到了只剩下几个人 他知道大势已去 所以就投操难犯 点头 然后就动难一生 就走了 那大陆的说法呢 包括被俘的曾经城 好的说法也类似 张天佐呢 同意突围 结果呢 与保安团 就是巴黎的旅长 张朗朗 突围的过程中被击毙 而且张天佐的具体死亡位置 是在城东山里的赛鱼河 然后来派人去验尸 而且是把他给掩埋 所以老坛是怎么看 之前张天佐都说过 如果城破 我既不贪生 又不怕死 绝不投降 又不苟拳 对 我们前面提到 在西城 掩护殿后的保安第15团 过不了桥 所以他们向西突围 最后还是有少数人抵达 危险南面的掺上 还带烟云 他提到 这个孤璇的据点 公事做得极好 华也始终没有拿下来 后来是因为没有弹药才撤退 但我个人比较赞同 张天佐不太可能会死守核心阵地 如果有的话 其实目击者应该可以很清楚的说出来 是在东城的哪一个点 比较合理的推测是 他应该是有带领长部 出了东门以后 准备要南向转进到掺散这个据点 那结果呢 突围的过程中 他在朝南走的时候 可能是被包围了 制裁或者说被击毙 那这样子推测呢 其实不是说对他不敬 反而是这是对的做法 因为他在抗战的时候 不管是日军怎么样扫弹 他也会离开他的地盘 因为这是权变 可是他都没有离开山东 这是他的原则 守维线的保安部队 不管怎么说 都是达得十分英勇顽强 前面有提到说 山东教育家和其他人 去南京请愿 要求能够增兵 救援违宪 可是老团之后又提到 在4月16号 违宪被困两周的时候 国军还分东西两路 前来救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山东各界的施压 所以蒋介石后来 限定王耀武要出兵 那在16日的时候 王耀武他亲自带领了 曹正夺的73军 省成年的75军 还有吴华文的84军 总共三个军 六个师 从济南开出 他们向东推进 可是很讽刺的是 等到王耀武的东径兵团 在27日攻下了周春 还有战殿 那同一天下午 就已经接到了 违宪已经失守的讯息 在东县呢 定制盘也命令 黄国梁 率领四个师 沿着胶子胶距 铁路开始推进 那他们先后占领了 胶州 还有高密等等 那我们看地图 其实也知道 像高密的违宪 也有一大段的距离 所以国军这样就放弃了吗 还是说这个东西 对境的大军 直接撤退了吗 违宪战役 接着他又被称为 参围战役 主要就是 山东兵团 许事由他们 打下了违宪之后 立刻对附近的 参乐进行围攻 翻翻打到的 4月30日 王耀武命令 也是游击队出身的 张景岳 他们向西突围 那等到接应成功以后呢 王耀武是在 5月2日的下午 开始撤兵 另外 黄国梁他们的部队 也开始撤回 所以接下来国军又是怎么样去做部署 其实这段是 又是另外一段故事 因为周春还有 危险战役之后呢 王耀武其实是向蒋介石建议说 把冀南给放弃掉 把泰安还有冀南的守军 全部都撤到 金浦陆中段的沿州 那作为 拱卫徐州的北大门 因为后来杜玉明 接替孙正出任 陆军郑州指挥所的主任 他是向蒋介石建议 在冀南这个地区与共军结战 可是呢 还没有有任何的动作 冀南就丢了 所以老谭的意思就是说 冀南战役 我们之后就要讲到这个部分了 那我要来问一下 老谭觉得说 违宪的陷落 到底是国军的守军实力太弱呢 还是华野的实力太强 至于能守这么久 是不是张天佐的地方武力 起到关键的作用 其实很难打 很难回答 我只能说 华野打周春 准时不会很大 才能够立刻的去打违宪 可是呢 打违宪本来是计划 最多就是两周 时间真的多了一倍 整体的损失不小 那负责反守违宪的正规军呢 是整编第四十五师 他们的战斗指数到底如何 曾经做过江苏省省主席的丁志盘 他在看上胜利以后 他以王耀武被派到山东 他那个时候是负责违宪以西 到青岛的防务 那他在中研院的禁止所的 口述历史里面提到 最先派到山东的部队 是陈金城 还有东北军的 或手艺的部队 那这两支部队 他说看战的时候不够努力 军纪也不够好 所以这丁志盘 好像是有在暗示些什么 我们前面一集 有引用到海带英明这本书 王耀武还有 陈毅在济南斗嘴的故事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会不会是作者虚构的 丁志盘他在 中研院的口述历史里面 其实也提到 1946年3月2日 马歇尔战志中 王耀武他们在济南 召开和谈会议 周恩来是穿着三将服 看起来还可以 陈毅是穿着打游击的 这种黄色的长棉袄 只高气 不可一世 丁志盘讲说 开会的时候 陈毅很狂妄 他说你们守济南的 陈金城 还有货首艺的部队 这两个军 都是二三流的部队 不堪一己 所以这个陈毅 会不会把话说的太满 就完全是看不起 他们这两个部队 丁志盘的口述历史里面说 其实陈毅的话 让国军起的警觉 因为这两个军的军纪不好 所以后来都被取消了方号 陈金城的96军 就变成了 后来就是枕边第四四五师 GT黎米的第八军 去守维线 知道了这段历史以后 我们大概才能够稍微理解 为什么说维线一开打 玩耀武 他都没有动作 除了与他手上的兵力不足有关 也与他错估了说 张天佐他们的抵抗意志 以为说维线和周春一样 顶多就是多守个几天 那结果没想到 竟然打了两周都还没有丢 这个时候蒋介石要他出兵 那他只好出兵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老台影用做过江苏省主席的 丁志盘将军的看法 听得懂的朋友大概就懂了 如果一开始就出动援军 可能违线还能保住 对 所以我们这边呢 还是要强调一下 陈金城的整辩第四十五师 其实从国军或共军的角度来看 其实战斗指数真的都不太高 那有了这样子的前提 违线的保安部队 能够被逆风制评委说 其实很棘手 就可以知道说张天佐 其实他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我们这样大概就比较能够了解 这整个事情的始末 是 因为我们这集也要接近到尾声 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张天佐可能是最后还是有突围 其实我还是要强调一次说 绝对没有任何诋毁他的意识 只要看他的文章就会知道说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机智 而且是有趣的人 像他违线被围的时候 城内的中学生 推派了几十位的女学生去献花 那张天佐说 各位同学你们今天来献花 并不是说祝贺我打了胜仗 而是因为怕我把大家给抛弃了 请大家放心的回去 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所以呢 这么机智 而且能够自我解草的人物 作风不会像是军人 他一定会用他先前的作为 有必死的决心 可是不一定 一定会死在维线 这个县城里面 我们发现 这位在战火中崛起的人物 好像跟学生 教育家特别有缘 包括学生代表团去南京 帮他请愿 也有教育家替他说话 是 山东维线 昌热这一带 看战的时候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因为张天佐控制了 维线 昌热 没有所谓的金款银款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开挖人款 也就是要搞好教育 因此呢 他开设了好几所的中等学校 收拢了大概有三千多名的 山东六万学生 所以这里是山东 看战时候唯一的教育区 那他给妻子的电报 除了不要哭 不要叫之外 那他给的最后的一封 是写说 我如此的下场 想来是命中注定 不怨天不由人 那之后呢 对于孤苦的学生 要尽力的周祝 对于教育青年也要努力的去做